大陆民众镜头直击 滑雪客从山头及时而下后 大片积雪崩塌下滑 没几秒一人就被白雪覆盖 雪崩来得又快又急 四名游客来不及躲避被埋 索性最后都成功脱困 官方调查这起事故 是因为两名不守规矩的滑雪客 擅自跑到新疆卡纳斯 没开放的雪道滑雪 才导致小心雪崩 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了强降雪天气 卡纳斯景区内的道路 出现了十多处的雪崩 一度封闭 春节廉假期间 新疆卡纳斯暴雪不停 多地积雪超过30公分 一度有超过2000名游客滞留景区 封闭道路才抢通 官方紧接着预报 龙年第一个寒潮要报道 17号到21号 龙年的首场寒潮 自西向东 自北向南 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局地将会出现18度以上的降温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 一股强冷空气已经在酝酿 14号晚上就会抵达北京 大部分地区已经逐渐降温 不排除剧烈降温 大风 雨雪 冻雨都会发生 时间点刚好会落在春运返程 对交通运输是一大挑战 台湾中央气象署也公告 2月15号周四初六晚上到16号 受到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北台湾转凉 白天气温降幅可以达到8到9度 开工后隔州可能遭遇下一波 较强冷空气 TVBS新闻张家宝 林明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